预备这样的地方 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时间 也为我们预备同学们 主我们相信月礼键盘班 是因为你的关系而设立的 主我们相信 你有你美好的旨意在这里 是为了要造就更多爱好 敬拜你 赞美你的弟兄姐妹 在你的国度当中来服侍你 主求你自己亲自在我们的中间 与我们的同学们同在 保守他们每一位在学习的过程 主啊真的是 非常的感恩我们上个礼拜 过了这个期中考试 表示同学们都已经上完了八堂课了 主我们以下还会有 下半部的这个第九期的课程 一直到第十六堂课的完毕 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同学们 在学习的这个 一直到最后的末了 他们都能够是 不至于很困难而是清神的 帮助他们能够 这个一口气 一鼓作气的把这个课都能够上完 主你也保守我们今天不能来到我们中间的 求你祝福他们 不管他们在世界哪一个角落 求你自己亲自来与同学们同在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再次为着这个月理键盘班 献上感恩的心 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 还有剩下来的这些课程全然交托仰望给你 也谢谢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同样为我们安排服事的机会 主若是我们同学当中 有人学习了之后 没有服事的地方 也求你为他们安排服事的合场 谢谢耶稣 这样子的祷告祈求 实在是不配 是从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我们感谢主 今天我们来到第九堂课 第九堂课就是要讲这个五度循环图了 五度循环图是在这个 三期也没有什么问题在大家讲 问题的 当然也会有什么 就是说前面七堂八堂 后面我们就会讲 主要所办救法 然后后面都是一点点 就是说 不是整体就是说 技巧更进步的方式 所以整体到前面有什么问题 还好吧 需要复习什么吗 需要复习什么东西 因为前几期有的同学 他们一直都不断的 每一次都要我们反复的复习一些东西 因为他们可能会 哪一些地方怕不是很清楚 什么之类的 那是在你的这个 教材五十五页 教材的五十五页 红本 我现在讲五度循环图都是一个十重量的 十二个十二点 然后五度循环图是什么用呢 都是一个参考作用而已 几年 就说几科以前 我发觉这个很好用 就好像那个 你叫圣经目睹嘛 圣经前没有目睹 我可能是新约 什么都输了 然后就约这样子 后面是第一次 一开始你可能需要看 但后来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它 这个数量知道在哪里 所以五度循环图是一样的 就是说一开始时有参考作用 你可能需要参考它 五度循环图就是说 第一个十二点钟就是吸掉 吸 然后一点钟的时间就是 五度 全五度 完全五度 什么 吸 所以这里有五度 G G G加五度 对 所以后来就出来这个 所以G就是五度 所以G A B C D 然后D叫往前走呢 D E F G A 所以你要知道 Go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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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也是五度五度 但是你出来看到了 Go Down Go Down 那个顺序也出来 所以每一个都是去的时候五度 所以每一个都是去的时候五度 这样子拍 然后如果再往前走 C 所以F G A B C 所以F G A B C C C D F G G 下方也会洽 sek A F G A C C C S F G A C C 所以它是G S B C C1 C S X Z F G 這比較常用的 如果看圖的話 這上面是比較常用的 這個是少的 所以這樣五度走過來 如果反過來的話 反過來是幾度 這個過去是五度 是四度 這個如果兩邊加起來 x到y y到x 就是一個加起來 所以這個時候 有共有 y 在next 如果這個是 a度的話 這個就是9-a 數學來說 這個到這個就是9度 所以 f到c是5度 c到f就是4度 明白嗎 所以這出來5度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 就是這樣走過來有幾度 如果這邊走 是四度 全四度 反方向走 這方向走 全四度 不是 這課本為什麼寫 向下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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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5度 也是5度 不是5度 不是4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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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先不要管我那個4度 還是5度 但是它 因應反過來是4度 c低 因為它是 對 反過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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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還是這樣走 OK 向下4度 就是向下5度 向下5度 向下4度 但是往那個方向 往另外一個方向 對 往左邊的方向 你往左邊的方向 好像是這個C,你往這個F和那個F是一樣的 對,不一樣 你往右面的F,方向不一樣 方向不一樣 方向不一樣 就是你往上面的F,往下面F,去中間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沒有錯,沒有錯 沒有,這裡有五度,C這裡 向下五度就向左邊五度,沒錯 沒有錯,沒有錯 上下五度就沒對 C到F的話,反過來數一下 C,B,A,G,F 其實我們要想C到F的話 如果我們往右邊走的話就是C,B,E,F 所以那個高的男子 所以向下五度是對的 OK,主要的五度 對,看前線 對,看前線 但是,現在大概知道了吧 這個十個點出來 就是這樣出來 五度五度這樣走 OK 然後,你看到那個 不要知道 Go down and eat breakfast 然後 Fa, Do, So, Re, La, Mi, Si 這個口訣 我們講的口訣都出現在這裡 OK 然後,還有一個方法說 如果它是抖音 這是說音 如果它是音 它是手 是法 如果這個是抖音 如果這個是抖音 它就是吸掉的說 吸掉的法 OK 反過來 如果這個是抖音 它的說音就是滴滴 所以這個人一定是說 這個是抖 這個是法 OK 沒有說法 OK 沒有說法 如果 G調 這個是G 它是抖的話 G調的抖音 就是抖 就是G G調的收音 B 就是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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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所以抖放在哪一個都可以 所以就手調唱名法 對 一樣抖一個都可以變成抖 對 手調唱名法 然後 如果A掉 A唱抖 然後它抖人家說 說就是低了 抖人家沒發 就低了 這樣 這有什麼用呢 我抖音 就是你不同的 曲子 你又不同的 現在的已經 融會貫通前面的東西 然後 然後 從那個 升調降調的 降到的 標誌 那這個是 是一個 就是一個 這樣子 這個是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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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三個 四個 就這樣 三個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兩個 然後 然後 它這個圖就說 方便你 因為你不記得 不去想 你可以看這個圖 就會在哪裡 你已經知道了 你能退了 你就不需要看 所以一定程度 已經不需要他 但是 你不記得的時候 拿著圖就可以抖 抖 OK 所以 這順視針 就上上五度 從抖到縮 逆視針 就抖到發 這個講法 那什麼用呢 之前我寫下來就是這個 決定什麼調 幾個 升號 降號 其實這時候 發抖 所以拉米斯 應該勾搭 一個 你應背熟的話 就不需要這個 然後 在哪裡升調 我就知道 還有一點 關係大小調 關係大小調 就是說 你記得嗎 那個 唱一首天上的歌 它是幾個 第幾頁 第幾頁 一個降機號 對不對 84頁 84頁 我們這個表上面說 它是E等於F 但是F標 那是錯誤的 OK 它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Dm OK 所以Dm跟F 都用同樣的 升降機號標示 所以這個F 它的對應小調 就是對應小調 意思說 它用同樣的 升降號的標示 那就是Dm 這個是大調 就是小調 對應 關係大小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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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C的關係大小調 是什麼 Dm 怎麼來呢 一個很簡單 光下屬小分路 一個一方式 或者D 或者L 如果C是斗 拉音什麼 拉就是A 就是A小調 如果F是斗 它的拉 就是D 我去敲一敲 任何一個斗 這個斗 它的拉是啥 嗯 所以大調 比如說我們講 F大調 就是D的小調 對 兩個相關關係大小調 所以用同樣的標示 用同樣的升降機號 所以A minor 也是 什麼都沒有 我們這個歌 只有三首小調的歌 唱一首天上的歌 還有那個 你做的偉王音色 D minor 只有另外一首歌 是 minor 就是說在 我是說 我常勝處 103.1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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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1 這是C大調 C大調 那寫C大調其實是A minor 很多人都會寫錯 它是A大調 不是C大調 這應該寫A minor 那这有什么差别 那谈的都是一样 谈都一样是没错 没差别 但是连个来说还是小调歌 连个来说是AE 然后 有些歌是 从大调开始的 应该是大调结束 不是讲过吗 因为从C和弦开始 最后系和弦结束 但是有一些歌是从大调开始的 小调结束 就是混合 那一天是C和弦结束 有些歌是这样子的 会不会变 那是混合的 不是大调也不是 其实以前你在敬拜歌曲里面 比较少看到 所以每一样东西就是Evolvement 就是它的演变 所以比如说敬拜是从哪一年开始 赞美之泉大概是在1991年还是93年才开始建立的 所以你看它从93年91年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到2011 差不多20几年了 差不多20几年了 对 你就看出来它当初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它的歌 很少有这些小调的东西的 然后也没有说什么大调的东西 然后小调结束没有的 那就是说 后来他们93年之后 他们出了他们的专辑之后 才会有后来接下来的这个什么小羊啊 诗歌啊 然后王子音乐啊 然后到最近的圣小梅啊 对不对 还有约书亚金白团啊 对不对 他们就这些 这些各种不同的音乐事工就出来 他们也出了专辑 然后一直到后来有生命和灵良堂 所以生命和灵良堂 最近的这十年才开始起来的嘛 你仔细去看他们这些刚刚出来 刚刚出CD的这些音乐事工 他们的歌曲很少有什么大调开始小调结束的 但是特别是生命和灵良堂 他们最近的这几年他们出的CD 好像那首如音展翅上腾 那个你就看出来 他也是一首好像是前面是minor进来的 小调进来 然后最后好像是回到大调的 那就是这样的情音 就你看出来就是敬拜音乐 他也不断的在往前走在演变 从最简单的在音乐的领域里面 最简单的光是只有大调 最后他演变到还有很多敬拜音乐 开始会做一些小调的歌 然后小调的歌里面的歌曲 以前比如说A minor C minor 都是简单的 到现在后来像那首 生命和灵良堂的那首很难唱的 比较难谈的那个叫做 什么不离不弃啊 是不是你的爱不离不弃 那个小调就更很难谈了 那个已经在F sharp minor的小调了 所以你就看出来 这个敬拜音乐也是不断的在演变 其实这样才是对的 每一件事情 就好像你在学 就好像医学 以前的人不会医治艾滋病 他们一直不断的在演变 现在他们会了 对吧 就是每一样东西 他一直都不断的在 从最简单的一直在演变到 更多的变化出来 好 所以 好 回来 OK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 不论坛数里自己想 这个D 那D 大调对于什么 小调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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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莲〕 potent King 這麼多 對這個我是不用 82 你為什麼會被解決B 這要用三個半夜嗎 白 Loop 三個半夜 它規則是三個半音 彈一是否 彈三個是辣的音 還有一個是說 一條有幾個聲 將聲好三個 發抖 縮 躲在裡面出來聲 A調是發抖 縮 躲在裡面 D調兩個都是發抖 沒有 力不在發抖裡面 所以沒有聲 這個還是跟大調小調的那個聲的 聲的 音和心斷系統 抓走sore 抓走sore 所以sore應該就不能這樣 這邊怎麼這樣 B B B G G G 那你這個上面寫錯了 不對啊 喔B Fly對應幾樣 喔對對對 然後他這個醬 B Fly有幾個醬 B Fly有幾個醬 是C名 這個就是 B Fly B Fly C Miner這個小雕 B Fly B Fly B Fly 所以我講過了 有些英文字可以代表很多意思 C可以代表是C大調 怎麼樣 也可以是C的E 一個C的和弦 同樣的 A小調 A小調 這樣寫可能是A小調的音 也可以是 A小三和小 但沒有A的音 這個是兩種 A小調 或是Am 都沒有Am的音 A小調是 A小調 大調就是 C大調就是Dore Lasso Lasso A小調 我們還沒講 小調有三種小調 但是小調就是Lasso La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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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弧度循環就是 大概就是這樣簡單 看起來你們都已經講多了 所以一一看就不知道 不知道這個 Hall down in breakfast 發的所有東西 都在裡面 然後我們很清楚 或者沒什麼問題 C生痕 就是這個的小調是怎樣 你說呢 是看C還是看D 沒有這兩個 沒關係 它是生還是這樣 不是是看C還是D的小調 你看生號還是降號 看生號還是降號 那這裡說是說 比較常用的是下面那個 B 比較常用的是這個 是上面那個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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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应是 E flat mine 都叫Flat嘛 E flat mine 对应小标 对对对 所以这个对应这个 然后这个对应的话 这个对应就是A小mine 这个比较少 少见 这个比较少用 这个比较少见到的 这个比较少见到的 见到几个 见到几个调都很少 所以不是那么在乎的 为什么会讲D flat 我不知道 没有 是D flat B flat是大调 这两个大调都是一样 大调就是D flat C sharp就是D flat F sharp就是G flat B就是C flat 但是你看到没有 C sharp就是D flat D flat上面有几个小字 写了一个B flat小调 然后在这个B flat小调 在上面我们看到有五个 五个flat 上面写一个B flat minor 所以C sharp跟D flat C sharp is equal to D flat It's equal to B flat小调 就是B flat minor 就这个意思 嗯 嗯 这个对应 就这样 就是很少用的 这个就没关系 这个对应 这个对应就是 没关系 其实不少用啊 你不少谈 你不常谈 我常常用到 你告诉我哪种没有 哦 我好多根 没有 最近我们谈的 我们最近的敬拜里面的 那个今天下午要去的里面都有这个 OK 你的和弦是这个调的 这个调 这个调 C sharp有 C sharp有 就是那个新造的人 对啊 你叫这个嘛 其他都是很少用到 B有有啊 每天的祷告就是B调的 C sharp上面它写的是G 升M 哪个啊 G sharp minor 对应该是B大调的 这个 这个意思是没错 因为它C 它对应它应该是这个A No 那小字是写G 所以G小调 所以你最好写G sharp minor 你这边上面已经写了 你怎么 G sharp minor 它不是很对 因为它C的对应A 诶 它不知道它写整个系统 对啊 C不对应A 那书上 那书上是不会吧 不是 我说的G sharp 因为这边 这个 其实A块就是G sharp 是一样的啊 是啊 但是书上面这边 那样写G sharp minor 书上不会 书上不会 因为这个C不对应 对 但它是对应他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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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这几个是minor 调都很少用到 没有 没有 你不要讲说很少用调 我常常用到 我可以 所以 只是你没有弹而已 小调啊 小 对小调的调子的歌很少 但是我刚刚有讲过 我刚刚已经讲出来了 你以为没有 但是还是有 还是有 就是小调的这个和弦会用得到 对啊 但是呢 一旦你那个歌 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 新造的人 他是C sharp 就是尼西米音乐里面 有首歌叫新造的人 他本身就是C sharp major C sharp major 里面他就会用到 这几个不同的和弦 他会用到 这个这个 如果还有小调的这个 在这个小 他的每个 measure 就是那个 每一个 小节里面 他可以用到的 那六个 里面就会有 包括这些 对 然后像如果像每天的祷告 那首歌是B大调 他也会用到这些 所以你说没有 有 OK 只是 可能同学们的程度 还没有到 弹那些歌 因为那都比较容易 慢慢的 对 慢慢的满意 对 我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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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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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因为F对应他 F对应D 麦 那F3对应就是D 上麦 我说了 我说这边 他说常用 就是小调是比较实际上 这个要多一点 这个要慢慢推 这个不行 不容易 OK 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 小调的歌 小调的这些歌 比较少 就是下面的 但是小调 不是小调 就是小和弦 就是minor的和弦 还是会用到 对 对 以后会越来越多 等着吧 那当然了 因为我知道 我们在静麦的音乐 看了 刚刚会讲的 他在一面一道 对啊 对啊 对 对 这第几堂课 十二堂课 十二堂课 才会讲 对 所以有时候你们问的 对 如果问到后面Cover的话 你经常不要去打断去 那你一插进去讲的话 就 亂 对 嗯 所以我们就打不回答理所 的原因 你们都没有讲 还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指出来 不对的地方 这记住 我来说前面 你一开始可能需要这个图 然后后面 但后来就不用记 那么来 其实用来用去 比较多一点 这图下一句 基本上好像 按照我们两个 两个调的图 基本上就不用记了 嗯 什么两个 GoDaddy Graphers 然后另外一个是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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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所以你们这一期 比较 对这个 手绝非常的 非常的 掌握 但是 对应的小觉 对应的小觉 对应的小觉就是 往下 对小觉就是 按照老师他说的 你一C就想到A了 嗯 C不是就想到A了吗 你看他就 一联系起来 还没有 就容易一点了 嗯 所以我这样就知道 你这个调里面 有没有 调里面有这样的 你就把他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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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调里面 有没有 就像我们的 A对A A对F 然后考虑要没有